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还算是中华妇女温量公减让 你知道在他所现在所在的美国 我有一些朋友 就是你们这个知识分子大学教授 后来跟我讲 说美国有些女人 就是这个养女人 他就说那个敏感的程度 你都没有办法说话 你甚至透露出任何女性 有个词是不是叫刺服 母鸡就是刺 公鸡就是熊 服你看公鸡母鸡交配 这个公鸡这鸭子母鸡 母鸡当时的状态就叫刺服 就是他们对于所有 你把女性跟这个刺服 联系起来的事都很敏感 甚至于如果有一个男人说 日本的女性穿上和服 好美 连这个他都很敏感 说你为什么你说 女人难道就是一个欣赏的对象吗 就是一个什么脖子很白 他对这个都很敏感 这个在美国的大学里 这个是主流 对 这个我20年前读书的时候 就已经充分受教育了 绝对不能讲这些事情 比方说中国现在大江南北的 碰到女的就叫靓女美女 是不可以的 你不能上来就称赞人家漂亮 这是性别歧视 政治不正确 所以家辉没法在美国待了 就回香港 没办法 因为你步步为营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住在美国 芝加哥 我第一次见子东就是那时候 20多年前 我们一起落难美国的时候 在那边住的地方 有个洋人男人跟我一起住的 她的女朋友 我们坐下来谈 那个女生呢跟嘉老师一样 很喜欢讲性 她就告诉我了 给我充分教育 性教育 真的是性教育 她是讲到讨论到语言的问题 比方说高潮 女生高潮 她说一般人说高潮 英文叫come 普通口语 来啦 来 来啊come 她说其实从女性的角度来看 这个字也是非常男人的词 对 她说女性的高潮 可以是一波一波一波 没有结束的 她来了又来 对 她来了又来 可是一般用语是说 来了时候来了就走了 就没了嘛 finish 没有了 她说连这种词啊 说你来了没啊 这样其实好像假设 只有一次 来了就停了 就走了 她说连这种词 都是有性别在里面 对 台湾一个女作家 还引用别人的研究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 讲交响音乐 交响音乐的结尾部分 她说基本上都在模仿 男性的这个行为 你听交响音乐的最后部分 就最后 然后她又说了 交响音乐的作曲家 大部分都是男的 绝大部分都是男的 那 她说女性喜欢室内夜 那交响音乐 室内夜就是没完 到天亮 就没完没了 就没完没了 我们受不了 我呀就垫了这么一个底之后 我要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来自于扎剑英先生 扎剑英老师从美国给我发来一个邮件 我一看我就笑了 但是我笑了之后 我也很严肃 我认为这个问题啊 是很值得谈的 你看啊 这个话题 我们看看 过去我们讲鲁迅 我们讲郁达夫 我们总是讲徐志摩 但是我们讲他们的情人 讲他们的女人 可是有没有一个关注的眼光 投向他们的原配 咱们先看看这几个照片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英雄妇女网 哎呀 这是长得像很智慧的女人 朱安 鲁迅的原配太太朱安 长脸高额头的女人 从嫁给鲁迅之后 她就不再是朱安 在鲁迅活着的时候 她是伺候鲁迅母亲的人 鲁迅死了之后 她成为鲁迅的遗物 她称呼鲁迅大先生 一生啊 她的梦想就是能跟大先生原防 她对鲁迅百依百顺 可惜等到50岁 等来的却是鲁迅和徐广平 在一起的消息 这是朱安 咱拍行榜第二位 再看 孙权 这是谁呢 这不是三国那个 作家郁达夫 在遇见王映霞之前 还是爱过原配孙权的 孙权长得不算差 也有文化 郁达夫在日记里 也赞过他的才华 可惜的是 这样的女子 在郁达夫见到美人 王映霞之后 就什么都不是了 这是郁达夫的原配 再看下边 就大婆吧 咱们就算 这是毛福梅 你看蒋介石跟毛主席 打一辈子仗 蒋介石的原配 却姓毛 蒋介石的原配 他虽然为蒋介石 生下蒋经国 却没有留住蒋介石的心 蒋介石好像从来 不曾热烈的爱过他 在蒋介石有了侧史 摇野城 又把陈杰如苦追到手之后 毛福梅 就再也没能跟蒋介石 单独在一起过 他信了佛 以此得到解脱 你再看下边 下边这就是 张又怡和徐志摩 徐志摩不爱他 可是跟他有过孩子 当年徐志摩暗恋林徽因 可是呢 还是跟来看他的张又怡 原房了 同房了 徐志摩倒是都照顾着 张又怀孕之后 徐志摩又逼迫他打胎 张又怡觉得危险 徐志摩说 这个世人说什么 新岳派的世人说什么 坐火车也危险 什么不危险 所以他后来坐飞机就 出事 张又怡在徐志摩的冷淡里 只好签了离婚书 离婚后 他仍然照顾着徐志摩的父母和孩子 结果志摩没有追上林徽因 跟陆小曼结婚之后 张又怡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但是张又怡心里却一直在怪林徽因 觉得林徽因闪了徐志摩 徐志摩为他离婚 林徽因却嫁给梁思成 结果张又怡怨他 这个被徐志摩抛弃的女人 到死都为徐志摩打算着奉献着 咱们再看 下面下面其实还有这个 王明华和梅兰芳 其实还有张琼华和郭墨若 这个咱们待会再揭发 咱就说看听完这段之后 两位这个男人 文玄男粉圈 我每次听到这种说法 我都替另外的女人觉得不值得 不值啊 因为这样你刚整个说法 好像是说那些男人都是只因为 后来的女人的美丽青春 而把原配抛弃 我觉得说可能他们真的经过第一段婚姻 而且在那个年代的婚姻 他们可能不一定那么自愿的 不是自由恋爱嘛 他们更了解自己需要什么 不要什么 所以后来另外一个呢 除了青春貌美以外呢 可能有其他部分更符合他的理想 其实从那个男人的角度来看呢 后面那段才是幸福 他跟前面的离婚 不能用抛弃两个字嘛 分手嘛 完全分手嘛 所以我觉得刚才的叙述 我不晓得家先生这个电邮给你这个 到底想表达什么 是说想表达说男人只要你结了婚 就不能分手吗 不能离婚吗 你分手离婚这是坏蛋吗 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可以探讨了 不一定是抛开 用抛开这个字 已经非常非常不对了 就是我主观的臆测 我认为家先生的意思是说呢 就是说这个文学史啊 你们平常讲鲁迅讲徐广平讲的多 大家的着力点好像都在这 但是他可能是想啊 有谁想过这些个女人 或者说从今天的眼光看 这些个女人所做的这个奉献 他们不是一种牺牲吗 是当年那个什么封建时代 或者你们男人当年的那种观念的一个牺牲品吗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在 当然了 用现在西方的这个概念 或一夫一妻制的这个基督教的概念来讲 中国过去的数千年的一夫多妻制 合法的一夫多妻制 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 对女人不公平的 这是大前提 这是女性在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以前 任何的事情都不合理的 就好像现在你用基督教的标准 来衡量整个伊斯兰世界 刚刚那个解放的利比亚 又恢复到一夫多妻制 那个整个他就会认为他不合理 但在这么一个大的历史的这个变迁当中 每个人的做法很不一样 比方我这里面最熟悉的是朱安跟这个孙权的故事 他们两个人鲁迅跟约达夫呢 就采取了很不一样 他们有相似的地方 他们之所以 他们其实跟这个原配夫人结合的时候 就是被迫的 两个人都不愿意 两个人都在日本留学 都回家说不要了 因为他已经到了日本了 已经接触到现代的空气 这个我插你一句 就是当年鲁迅的这个不肯跟朱安原防 鲁迅的这个行为经常让我想起我二大爷 你知道吗 我们家的一个大爷 就是当年就是这样 他这个很奇怪 在山东 就是他就是安排的这个婚姻 安排的婚姻 结果呢 他就嫌这个新娘脚不好看 他好像这个脚 当然就没有爱情了 这个性格倔到什么 就他爹拿着大棒子 把他打到新房里 外面加上锁 在里面新郎新娘锁了三天 我这二大爷就蹲在地上 成功了吗 蹲了三 没成功 蹲了三天 就是不原防 充分发挥了鲁迅的硬骨头的 进去不充分 发挥的不充分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徐老师对这个鲁迅和郁达夫这些姓氏 他是非常 他对原防的技术 更了解 听徐老师讲课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事咱得听徐老师说说 他这个研究 我原来他教好多事都是他教给我的 他研究鲁迅的这个日记 后来他发现鲁迅每次在日记里写洗脚 就是他跟徐广平原防 这不是我研究 这是另外有一大批鲁学家 这个咱们不能乱乱乱窃取人家的功劳 徐老师讲讲这个鲁迅和郁达夫 他主要是当初他们要娶这样的太太的时候 就已经是被迫的 两个人都到日本留学 都已经要拒绝这个事情 但是我其实另外一期节目也讲过 但他们为什么最后都听了呢 就是因为 约达夫跟鲁迅的父亲都好早早去世了 母亲对他至关重要 就是对母亲的孝啊 孝 就是什么鲁嘛 就是他母亲的姓嘛 他本来姓周嘛 对不对 所以母亲的命令在这里 他是无法违反的 所以呢 最后都是被迫留学了 你想在日本已经留学了 明知违新以后的日本啊 你看看约达夫早期的作品 那已经是西风渐开的情况 还回到乡下去去 提了很酷克的要求 约达夫是跟他那个女家啊 提合就说 不送礼啦 不举行仪式啦 什么那个女的都停 而鲁迅想要回掉那个朱安吧 他妈妈就说 你想要他死啊 就很简单 你要把他修了的话 这个女的就是死路一条 他不可能说明天说再去改嫁 什么 你就等于逼他到死路 这个时候鲁迅跟叶达夫 走了两条很不一样的路 鲁迅就是一个坚持西方原则 他接受的人道主义观念以后 他就贯彻到底 贯彻到底就是一条 没有爱没有性 我既然不爱他 我就 OK 所以后来人家问他说 朱安是你的太太 他说不是 是我妈妈的媳妇 后来我去台湾有次开会 张晓峰 散文家 当面就问到 徐子冬 你们那个鲁迅怎么这样对女人 所以在另外一个角度 他就会很愤怒 但他 我说怎么叫鲁迅是我们的呢 他的意思是 我是从大陆来的 这样来往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讲 是可以说 这个更残忍 因为当时在 北京现在 鲁博的那个房子 你去看看 那个就是我家后院 两棵早树的那个 鲁迅那间书房 房间很小 旁出来一个小厅 左边一间是他妈妈的 右边一间就是朱安的 但是 两个房间中间放一个篮头 鲁迅要换的衣服 就放在那个篮里 他女的就拿去洗 他就一直不跟他 他一直不通窗 所以鲁迅后来爱上了徐广平 花钱在北京 找了房子 那典型的像 今天讲的小三 找了个女学生 今天我们上次 你一个大学教授 找了个女学生 花钱 花钱把他包房子 这样 但鲁迅心里 他没有任何的愧疚 因为他觉得 我心里从来没有 爱过这个女的 我从来没有 把他当作是我的 我的lover 你说这是时代的悲剧呢 还是男人的不是东西呢 我不想 我只觉得就是一个男人 你脱离了环境 坚持一个概念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刚才听家辉讲的这个 这也是入情入理的 你知道吗 我记得有一个 徐悲鸿的这个前妻 蒋碧威写的这个传记 我就看到其中有一个 你也是没有办法 就是当年所谓的这个原配啊 人呢 抗不住这个变化 你的老公啊 慢慢的这个这个有文化 有知识都是一代名人 太太呢 是原来村村子里的 我记得也是他们 他就讲啊 当年一个学院里的 跟徐志摩一个学院 有个教授 就是要跟这个前妻离婚 但是呢 前妻死不肯离啊 也是找女学生打呀打呀 最后打 打到了最后啊 就是后来说 这个前妻从乡下来了 来了之后啊 他们周围的人 一见到这个前妻啊 都不说话了 全同情那个男人 对全同情 因为发现就是一个黑探头啊 就是其黑如探 这么一个女的 就是农村的那种 好就来了 满脸皱纹 你这种情况下 咱不是说人是动物 但是说 谁看了谁 我觉得里面有选择的问题了 刚刚徐老师提到说 鲁迅跟郁达夫 走了不同的路啊 还有另外一对对比 胡施跟徐志摩 也有人这样说 两个都在相同的情况下 发展他的道路 选了不一样的地方 胡施呢 虽然很多女朋友 每次都到了宁门一角 或说过了一角一点点 就退回来 就是没射门 带了一辈子球 有时候睡了一下 就回来 他也说 有人问他 为什么是圣人伟人 他说没有啊 我只是不想伤了 两个女人的心 一个是他妈妈 一个是他原配 他选择这样子 那另外呢 徐志摩呢 选择自由恋爱浪漫 不同的选择 可是回到那个环境 整个制度上面 不管是谁 什么样的选择 男男女女 都是受害者 都是受害的人 今天何尝又不是呢 你以为今天的礼教 就这么好吗 没错 可是问题是说 当我们去讨论 这个状况的时候 一来是应该谴责 整个制度 第二个呢 是说对于说 在那个制度之下 找自己空间的人 我觉得没什么好谴责的 可是我们当然会非常敬仰 胡施 他是我牺牲嘛 他牺牲他精神 爱情那部分 是 胡施后来自己说 我吃小亏占大便宜 他就老带着他那个乡下老婆 到美国到处访问 大家都很尊重他 于大夫的情况又有点不同 那孙权啊 知书达理 旧体诗写得非常好 对于大夫在日本的时候 不是写很多旧体诗吗 很多都是写给他太太的 那个那个玉天明带我参观过 他的旧剧 他的 约大夫的情况是 他后来以这个为题 才写了很多作品 他不像鲁迅 他鲁迅是避开 很勇敢 但是也很绝情 约大夫是正面面对 他的最有名的鸟螺行小说 就是说 我不得不爱 但是又不能爱的女人啊 就是这句话 这个当时是共鸣啊 整个整个社会就非常共鸣 因为他 他其实心里不爱 但是他责任又是爱 然后他见王应霞的前一天 孙权从北京给他 寄来一千皮大衣 你去看日记九种 写得清清楚楚 前一天心里就觉得 哎呀这样的女人 我要多赚钱 我要对得起他的关怀 第二天就见到王应霞了 他跟王应霞就说 他准备去离婚的 后来王应霞跟他好了以后 倒也宽容 离就不必离了吧 你就不要都平凡的 回家去探他就行了 都是一锅粥 哎呛呛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还可以介绍一下一个成就伟人的女人啊 说民国滥情的文人 这不是我说的啊 民国滥情的文人 郭沫若可谓其中之一了 所以张琼华在这些原配太太里 算是最不幸的 郭沫若娶了张琼华第五天 就离他而去 一别就是67年 张琼华在这67年里 等待着盼望着他能回来 郭却在日本娶妻生子 那个女子叫安娜 可是郭沫若在回国后 还是抛弃了安娜 张琼华再次见到郭沫若时 等来的是郭沫若跟他的第三任太太 他什么都没有说 还把跟郭沫若结婚时的房子 让出来给他们住 郭沫若对张琼华的回报时 写给他两首短诗 并且对他说 日子过不下的时候 可以用来换钱 可是就是这样的话 就让张琼华受宠若惊 觉得这辈子都没白活 这个可能有点演绎的成分 但是这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看现在有些女权的就讲了 凭什么女人要成就一个男伪人 凭什么这就是 好像值得尊敬的负德呢 这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 你要回到那个时代里 这个女的也别无选择 你要是朱安 当初鲁迅把他修了 他就死路一条 就这样 张琼华要是他当时跟郭沫若 他说你郭沫若走了 那我就另外找人了 好像也不是出路 有这样的情况 王印霞就是 王印霞后来跟约大夫弄翻了以后 王印霞后来嫁给了一个商人 平平静静的过了几十年 他后来在重庆结婚的时候 电影制片厂来拍片子 所有国民党高官都来祝贺 因为他要洗掉之前 约大夫给他的这份委屈 我见到他的时候七八十岁 老太太真漂亮 七八十岁 七八十真漂亮 王印霞 非常优雅 那个安娜的故事怎么样 郭沫若两次 一次是在日本三七年的时候 快要打仗的时候 约大夫不叫他回来吗 这很有名的 他半夜小孩也不叫醒 老婆也不叫醒 悄悄地走掉 回来承担抗日的重任 做第三处的处长 周恩来下面 后来四九年以后 他回来 他是为了抗日离开的日本老婆 离开 不不 后来日本老婆又来 但是到四九年回来以后 因为他要做政务院副总理 要副委员长 所以给他安排了第三个妻子 安娜一直住在大连 一直我们党和政府养着他 他就吃心地等着郭沫若 一直住在大连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